好,麥排在第一點喔,不要等到小孩子 高一點點,高一點點 不然他等不到小孩子 麥排不要等到小孩子喔 很簡單就打 OK啦,大家知道我們麥排的位置都可以了嗎 那我們開始也幫他,還等到嗎 好,麥排在第一點喔,不要等到小孩子喔 來,現場就要來,我們是Sara,開始也幫 大多要幫講一下會不會有別的票房 我覺得其實我現在心情是開心的 因為我今天有兩個不一樣的身份 一個是阿倫同學演員的身份 另外一個是代演員的身份 其實就像一個爸爸的感覺 看到今天櫻桃小安子 從代演進台灣之後有很多跨界的結合 那這次既然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拍攝櫻桃小安子電視劇版 那我覺得這個突破就讓我非常開心 而且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會不會覺得小丸子有點太害羞 小丸子有點太害羞 小丸子 他戲裡面不會 他戲裡面不會 其實基本上我本人也是 私底下也是蠻害羞的 對啊 對,對不對 同學沒有可以幫我做這個 我那片場都很安靜 對,但是我覺得其實一個演員 就是你在演戲的時候 詮釋好那個角色才是最重要的 那不講一下這次選角色過去 選角的過程其實完全是尊重櫻桃子老師的意思 每一個角色 然後老師都全程的參與選擇 然後包括每個角色都還要試戲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尊重老師 然後也覺得很開心可以有這麼多演藝圈的好朋友 一起來力挺這部戲 那我覺得這是最感動的 因為覺得大家都是 來頭不小啊 對,所以呢,覺得 所以覺得 所以覺得我們這樣子重心拱躍小丸子年的生死實 欸 很開心 很開心 很榮幸 但是還是蠻緊張的 好 對 但小丸子有沒有覺得哪邊整個困難 最困難的地方喔 其實好玩的比較多 對 例如 好玩的地方就像是 就是 因為小丸子有很多幻想空間 然後或者是他做白日夢的時候 或者是其實很享受在演戲的過程 嗯 回到小學的那種感覺 哇 那你覺得你 現在是小學生嗎 對 但你卻有那麼年輕的爸爸 那我們要討問一下爸爸 爸爸 其實這是這個案子 我是很開心 對 你身兼好多生物 但是我就覺得很好玩 就是來玩這樣子 然後是一個比較喜劇的以前 比較沒有嘗試過的 那爸爸這個角色我們陌生啦 但是就是在比較 哈哈 對 爸爸 又是爸爸 但是在有這麼大的小孩子的這樣 這種情況下 還蠻新鮮的 還蠻新鮮的 那在拍戲過程 有沒有之前有沒有 揣摩一些角色怎麼揣摩 揣摩一些角色喔 那當然是要問我們 就是比較有揣摩經驗的奶奶 等一下 基本上奶奶在這個戲裡面 沒有太大的發揮 因為她都在喝茶 然後很理性的看著混亂的一家人 可是因為這個戲裡面的 所有的那個漫畫 漫畫跟卡通 我幾乎都看 所以我一來我就看著點名 那有誰沒來 貝比小人沒來 什麼東西的 我全部都知道 對不對 還有不在哪裡 所以 先拍一下你們長大的漫畫 對不對 所以你們看起來很親切 其實我基本上覺得 花軟應該娶美環 哇 不要說現實生活對不對 對 一個臭屁 一個自戀 一個又自信 兩個人合在一起 應該是叫做婦人變二人主 奶奶妳知道我們這部劇是長生劇 只這樣破梗就不好 你真以為現實這種可能嗎 美环HUB 媽媽跟姊姊幫我們主持一個公道 好 奶奶你對這個准女婿是有什麼不滿啊 婚女婿 其實奶奶很喜歡帥哥 對啊 那這個可以考慮的 可以可以可以 以後常來我們教玩啊 來喝茶 對 媽媽做菜給你吃 唯一的那個優良學生 身為長坡小丸子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以後應該會離開 哦 對 小丸子在那個戲裡面就是很常會 就是做一些很無理頭的事情 然後直接就是很常受不了他 然後就會就是一直念他一直念他 或者是他都不理我 對 可是小丸子愛幻想 這種花輪可以滿足你所有一切的幻想 是 是不是 他的配合度很高 小丸子什麼都幻想 對 欸 欸 配合度很高 除了看漫畫跟卡通來傳播之外 有沒有看日本的真人版 其實有 有看 對 但是我們這次的方式跟日本的真人版 是完全不一樣的方向 因為 就是 可能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還是走比較喜劇啊 比較幽默喜劇 對 對 因為我們演員比較搞笑 對 演員比較失控 對 比較失控 日本的真人版 日本的真人版 我沒有看日本的真人版欸 我比較是就是看我們這個劇組的導演 然後還有英特斯老師就是希望我們成為無線的樣子 對 那大家要不要講一下會不會在實際裡面發揮Cosplay的場賽呢 比如說辦蘿莉或辦守護後 蘿莉 喔 基本上呢現在就在Cosplay 你看不出來我Cosplay花倫嗎 造型師出來一下 對 但是你會發現其實我們每一個角色真的都選擇非常棒 因為我們現在不小心擋到他們 那麻煩把鏡頭交給我們其他的角色演員們 要不要等一下 我們先從老師開始 欸老師 老師 你不是平常都演Rock嗎 突然演一個這麼正規正絕的老師角色 你是什麼樣的心情 嗯 一開始還蠻不習慣的啦 因為 老師是還蠻正經的 然後一開始 而且面對這麼多 年紀 年紀頗大的同學 對 因為 那時候我還有看到 有王尾嘛 然後詠澤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王尾的時候 其實我有嚇到 因為他的 講話其實很特別 我覺得是特別選擇的 欸 王尾在哪裡 班長 我們的班長 我們算Cue太遠 老師一定有班長 對對 就是王尾其實還蠻特別的 對 然後 還有詠澤 詠澤在哪 詠澤 詠澤今天不太一樣 好像有戴帽子 有戴了一個詠澤特別的帽子 而且 而且 這 有戴帽子 你會自己講你自己 詠澤這個角色呢 是我挑戰以來 最特別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之前演的角色 都比較外方一點 詠澤他根本就沒有個性 他個性就是陰沉 然後討人厭 講別人壞話 然後分屍技術 所以我現在就 呈現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一點笑都 所以如果我講到火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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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是這個 冰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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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飾演的是冰淇 然後在這次開始演的時候 因為冰淇在中文的配音 它是 它一直都是這種聲音 然後我就問導演說 我是不是需要用這種聲音 導演說OK啊 然後你就用我現在很後悔 我演完之後回家 發現我的喉嚨超級痛的 然後每一個都這樣講 就越講 一開始 就第一場戲的時候 每天一大早起來是 欸 大家好 拍到晚上的時候 已經變這樣 已經不用裝了 然後最後我就變成 獨身高精 就可以就變這樣 然後後來其實 那個選角非常的特別 因為櫻桃子老師自己都沒想到 選到一個非常特別的人 沒想到他筆下會畫出一個這麼像的人 我真的覺得要幫哲鈺家說幾句話 他本來當完兵退伍之後是超瘦的 他為了這個角色真好 我每天都毛起來吃便你知道 因為朱太陽這個角色其實 我覺得很謝謝就是 這個東英公司 就是你知道 我覺得我生下來應該就是 要拿到這個角色 為了這個角色存活著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 從小時候看到那個卡通的時候 會覺得說 哇賽 他是不是就是 就是我的第二個翻版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我現在很怕就是 我在現實生活中就是 忘不了要講鼓這件事情 這個是壓力還滿大 而且就是講到我這個 就其實還有很多很像 就是包括現在花輪旁邊的美幻同學 長得真的只有像 哈囉大家好 我是美幻 哪一家 哪一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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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家好喜歡他喔 就我也很開心 這次可以演到美懷 然後也是我一裝扮之後 大家都覺得很像 欸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用裝扮 至少還是要給我兩個蝴蝶結吧 那我在戲裡呢 可以大就是 觸碰汪東城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那我還是希望那個幻想的 這個場景可以多一點 因為他每次都補一補 還不夠多嗎 不是幻想只有一次 你願意接受我啊 其他你都要很抗拒這樣子 所以我默默期待就是幻想可以多一點 謝謝 然後那接下來這個 山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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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超像的 也是超像的 哈囉大家好 我是山田 然後山田這個角色就是很樂觀 然後一直一直在笑 不然就一直在跑 所以我覺得運動量是 所有班情裡面最大的 然後他的笑聲呢也是我自己研發出來的 笑一下笑一下 然後他常常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亂回答一些問題 然後大家同學都會傻眼 然後只有他就又跑出去教室 連老師在上課他也會跑出去教室 對對對 我還蠻喜歡這個角色 因為我真的覺得好可愛 對 是 對 可能我被排擠我都不知道 對 對 嗯 哇 搞到我現在都不太想笑了 欸不用怕 因為不笑的在後面 對 不笑來了 不笑來了 這邊還是其實很 international 好不好 有日本的朋友也來參與 Sco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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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好好講中文 有一點難 有一點多講 你可以用日文啦 跟大家問什麼 我們會幫你上午字幕嗎 嗯 他在聽之後 日本語好嗎 我是日本人 我來自日本 我住香港 但是我現在住台灣 去做光校 我是女國 你是 李娜 對 松岡李娜 松岡李娜 謝謝 謝謝 還有我們相當的朋友 王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偉 莫達 是他們的班長 然後拍的時候 因為我的國語其實 也不是笑得很好 所以他們常常就是 不明白我才知道 所以之後 很多笑點在裡面 然後他們要閉嘴 然後就 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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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在這兒 我好入戲 還有就是他們常常就會問我 我入話什麼想 他會常常問我 一些很有趣的 廣東話 不是 我問我 不好在這邊說 我本名是 你處夜 本名處夜 謝謝處夜 憋住你在戲裡還有暗戀小玉 小玉 小玉你怎麼在這兒 我問戲裡才是 你還是 我還是 要看才是 要看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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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 安排一下 謝謝 大家好 小玉 不能擋到小玉 大家好 我是曾羽蓉 然後我在一起 英桃小玉子 今天是演的是小玉 是小玉子的好朋友 然後 也是整天在小玉子的旁邊 擔心 東擔心十個 恩 但是整天都是這樣 謝謝小玉 當然 最後要介紹的是 沒有他呢 就不會有 櫻桃小玉子 真人版 我們幕後偉 他現在也看到目前 他好像擺的是目前的 王有良先生 耶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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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一起玩 我們一起玩 大家好 我是Ivan 王有良 那很開心 真的可以看到小玉子 從動畫漫畫變成真人版 那 這個是我們一直很想在台灣 實現的一個項目 然後今天很開心 真的可以拿到日本的版權 就是老師真的願意讓我們 把小安子小朋友角色 讓我們這一班大人去玩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很期待很開心 你覺得現在跟日本版的 你覺得差別很大嗎 差別很大 因為之前日本版的都是小朋友去演 然後他有一個大人去演 但是也是小安子長大的故事 那第一次是由我們大人去演小朋友的故事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然後我們這一次會用一個很漫畫風格去表現整個電視劇 基本上你最近看小安子的真人版的話 它是比較有現實的味道在裡面 這一次我們裡面會很有動畫的感覺在裡面 所以是一個動畫感覺的真人版電視劇 挺開心的 然後大家好我是珊珊 那這是我第一次演戲劇 然後我很緊張 然後也謝謝大家導演給我很多知道 然後在戲裡面主要我朋友就是大爺 所以他給我很多的安心的感覺 因為有人陪我一起 所以這次我會加油給大家 謝謝大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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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到時候幾樣播出的 櫻桃小玩家的真人版 謝謝 謝謝